有时候爬不起来 很不舒服这样子 有时候会跟我那个子女说她腰痛 87岁的江阿嬷 两年前开始出现骨质疏松的症状 没错啊 都没症啊 每半年一次回诊 经过评估 定期施打薄骨针 传统上面口服的药物 它的副作用比较大 那现在比较新的药 就是像半年就可以打一支针这样 那它对于骨质疏松 预防的效果是还不错的 会怕来说 这样就好了 人身体也没办法就好了 你怕就好 不要怕到腰会痠会痛 稍微痠痠就会痠 如果怕到腰会痠就会痠 那就太多了 你怕就要死 医师总是细心叮咛 阿嬷恢复的比预期好 还有了主人的念头 两年多以前到现在 阿嬷的状况其实越来越好 然后他会希望就是 他如果有能力的话 还是可以就是可以回馈 阿嬷的心愿 就是要捐一台居家访试用的交通车 帮助医疗团队一起救人 阿嬷的爱心解决了居家访试团队车辆不足的问题 我们觉得很感动 所以其实蛮谢谢阿嬷的让我们的居家护理师 能更充分的去使用这台车 然后可以照顾到更多的病人 当时我黄沐金中间播华铁报道